有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肉夹馍跟那个白鸡馍的区别啊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肉夹馍呢 它的面比较硬 做出来以后表皮比较酥脆 这个时候呢 它的和面啊就会不一样 我把详细的和面的比例 以文字的形式打在了视频的上方 大家可以双击 和好的面以后 咱们让这个面醒发 醒发20分钟 直接搓成一个长条 依次给它卷起啊 卷成这个前面尖 后面大啊 来 竖起来以后 拿手给它一拍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咱们把所有的饼啊 下面抹上一点点的油 擀至中间有个窝 这个时候呢 锅温调至170度 咱们把这个窝窝底啊 创下 这个时候烙出来以后的这个饼 中间会剩颜色 剩了颜色以后 正反面 进烤箱 直接烤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糖色啊 怎么做这个卤汤 这个时候是先烧一个糖色 烧了糖色以后呢 咱们我里边放入 姜 葱 放入这个红豆酱 放入豆腐乳 放入盐啊 放入这个红曲米 还有这个老抽 上高压锅压制20分钟 焖10分钟 这个时候出锅 特别特别的烂会儿 卤肉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这个香料 我把这个中炒药这个香料啊 以蚊子的形式打在了视频的下方 基本上是20斤肉 放6两的料 这个时候就可以 这个是咱们前一个视频 做的这个凉皮 详细的比例 大家可以双接 看看咱们作品里边啊 这个凉皮的制作 咱们这个作品里边有上千道的小吃 还有面点这一块制作啊 特别特别的详细 如果您在家里边做成功了 记着给我留下一颗小安心就可以 感谢您的观看